接下來我們來看一段影片,來跟各位說明 體積會膨脹之後 然後氣那個 氣溫會下降 將塑膠紙解成符合水箱的大小 將其包住水箱後再度膠帶固定 塑膠紙接合處 用重膠帶風景 然後在水箱中放入氣壓器 吹上的技巧 以及順位溫度計 緊握塑膠紙上方 不讓空氣露出 它讓它往上拉 往上拉就是體積會膨脹 氣壓會下降 理論上那個氣球會變大 不過你應該看不出來那個氣球有變大 解控力往上拉起 此時水箱中的風氣會膨脹 氣壓會降低 氣壓一下降 氣球中的風氣也會膨脹 氣球就跟著膨脹起來了 接下來 再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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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做一次消防的的實驗 這次請注意 氣壓下降 氣球會膨脹 氣氣宣洪炸 氣氣瘋下降 他放熱水是要讓他多一點的蒸發 讓他多一點的水氣 他放煙的目的是要增加凝結核 讓他多凝結核 就是飽和要有很多的水 然後還要需要有凝結核才會凝結 然後就有神奇的事會發生了 當塑膠質被往上拉起時 水箱中產生霧氣 為什麼會產生霧氣呢 讓我們來想想看剛才看到的現象吧 當塑膠質被往上拉起時 水箱中的空氣會防漲 水箱中的氣溫也會跟著下降 然後你不要管他講的霧點 不要管他講的霧點 不要理他 所以會用到氣溫 對 氣溫下降時 飽和水蒸氣量亦閉下 液上 空氣中的水蒸氣會因爲達到落點而移久 水箱中也因爲溫度下降 使得空氣中無法包含的水蒸氣變成水滴 水中的霧氣是肉眼無法更變的細小水滴 大氣中產生的螢幕現象也是金魚融洞的原理 這個就是要讓各位在這清楚 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 體積會膨脹 溫度會降低 所以容易會飽和凝結成雲 然後最後就容易會下雨 所以上升氣流天氣不穩定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事情 OK